这个亿万富豪太任性 百万豪车说杂就杂 珠宝店里价值几十万的耳环 买来只为当个酒托 刚从商场购买的奢侈品 出门转手就扔进了垃圾箱 窝了一个乖乖 就是这么有钱的一个富豪 回家路上却要换上清洁工的衣服 装穷 还要把几十万一瓶的红酒 倒入家里9块9的红酒瓶 顶级鱼紫酱装入超市买的零七罐头里 还有那三十年的天价活腿肉 也换上了培根的促销包装 富豪叫小贩 就在刚刚还是一个穷光蛋 妻子嫌他每天不顾正业要跟他离婚 律师劝他们冷静一个月 随之小贩刚出门 在报庭买了张彩票 竟中了两个亿 真是情场失忆 赌场得意 理财顾问随即找上门 告诉他离婚前最好不要告诉妻子 不然至少分走一个亿 然而小贩还在犹豫 随之在同学聚会上 发现卷毛跟妻子有点5566 小贩那叫一个气 但想想手里的两个亿 便转身离开 第二天小贩就开启了隐形富豪模式 俗话说人靠衣装马靠鞍 先给自己整几件名牌穿一穿 小样还挺帅 理查德米勒再来上一件 总之就是买买买 有钱人的生活那简直不要太爽 刚刚从商场走出来 就碰见了自己的好机友 这事绝对不能让他们发现 随手就把几十万的奢侈品 扔进了垃圾箱 扬装着碰巧遇到 朋友一看小贩这行头 直言小贩你发财辣 窝里个乖乖 阿玛尼啊 小贩正当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转头一看垃圾箱被拖走 脑壳子瞬间有点上头 只能解释说 穿西服是自己老板安排的 下一秒 一箱的名牌被倒进了垃圾箱 小贩心里那叫一个恨呢 打发走了朋友回到家门口 换上9块9买的衣服 刚想躺下 谁知 这个富豪带着名表 李查德米勒 却在家里装穷 岳父喝着他那9块9的廉价酒 他却脸色俱变 原来小贩为了掩人耳目 把几十万的名酒倒入了廉价酒瓶 你还别说 味道就跟几十万的红酒有点像 妻子这时说家里还有两瓶 拖了个乖乖 这可是一百多万呢 谁知刚一抬手 百万名表又露了出来 小贩连忙解释是十块钱的路边货 岳父认真的直接掏出了一百 要他帮忙整个十块 妻子还在一旁起哄 眼看就要藏不住 小贩只好转移话题 到处妻子要跟他离婚的实情 就在几天前 小贩出门倒垃圾 意外捡到了一张价值两个亿的彩票 但为了离婚前不被妻子分走一半 只能在他们面前继续装穷 还把平时购买的奢侈品 全部藏在了破旧的储物间 眼看没人在家 他穿着名牌喝着红酒 沉溺在有钱人的世界 突然妻子提早回家 吓得他凌空一跃 躲进了沙发 妻子拿起桌上的红酒 向他走来 眼前的一幕让妻子震惊 大冬天的你这么凉快的吗 妻子让他在同学卷毛的超市 当个理货员 至少不用一直宅在家里 为了不引起妻子的深究 只好答应 对于妻子跟卷毛的5566 小凡为了两个亿 只能忍了 他白天在超市装装样子 晚上就西装革履 出入各种高档餐厅酒店 这种有钱的生活 想想都开心 第二天司机开着豪车 送他去超市上班 车没油了 随之加油的服务员 竟是朋友大壮 大壮直勾勾地看着他 小凡心想这下可完了 大壮是出了名的大喇叭 小贩正想开窗解释 随之下一秒 大壮竟捋起了发型 原来只是虚惊一场 这时理财顾问告诉他 原来卷毛就是个骗子 公司面临倒闭 小贩不忍相恋 八年的妻子被骗 决定戳穿他 这个男人是亿万富豪 然而结婚八年的妻子 就在一个月前 他用身上仅有的两块钱 买下了一张彩票 乖当 竟然中了两个亿 索性收购了曾经老板的公司 让他给自己的游艇清理卫生 还以继承人的身份 让自己的两个朋友 成为了爆发户 而朋友也没让小贩失望 即使有钱了 也没忘了他这个穷朋友 兜风 狂欢都会带着他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 这都是眼前这个穷朋友赐予的 另一边 小贩得知卷毛的超市要倒闭 准备卷钱走人 而妻子将成为他的替罪羊 虽然两人已经准备离婚 但小贩不忍相恋八年的妻子被骗 决定戳穿他 然而妻子根本不信 认为小贩是在嫉妒卷毛 不仅不思上进 还在诋毁别人 小贩眼看没有了退路 决定告诉妻子自己如今的身份 他雇来了豪华餐厅的主厨 请来了星级佣人打扫卫生 把家里妥妥布置成了八年前的样子 两人在烛火的灰影下 都向对方低下了头 承认了自己的过错 而此时 小贩也说出了自己现在是亿万富豪的身份 然而妻子认为他又开始吹牛皮 小贩只好带他去自家的仓库看一看 果不其然 曾经破旧的仓库 如今布满了各种奢侈品 就在这时 妻子却愤然离开 认为小贩一直在讨厌他 还是决定要离开 小贩看他心意已决 随即给理财顾问交代了几句 妻子第二天 手机短信竟收到了1250万的转账 闺蜜看了都惊掉了下巴 随后一分签了名的离婚协议也寄了过来 还没管过神的妻子 又接到了超市员工的电话 称有个富豪以你的名义买下了超市 还给我们都涨了工资 当妻子赶到超市 却听到卷毛的对话 原来 小贩说的都是真的 另一边 小贩已经来到了机场 准备离开这个伤心地 就在此时妻子赶到了机场 送上了爱的巴掌 挽回了八年的感情 最后祝天下有钱人 终成眷属